新来的医生 李涛大学毕业以后 就来到了这家整容医院 他上的大学不是很好 不能去很好的医院上班 只能来到这样的整容医院 一般在整容医院里面 大手术不多 一般都只是一些小手术 李涛现在的专业技能足以应付 再说了 在整容医院里面 最主要的不是做手术 而是如何做销售 现在这个社会 不管做什么都要有销售的技能 李涛也深知这个道理 如果医院没有客户 他就要另找工作了 他来到医院的时候 就显得特别的活泼 他凭借着自己的高大帅气 一直在为医院拉客户 他每个月的成绩非常的突出 领导对他也非常有好感 他工作卖力 踏实肯干 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工作 领导看在眼里 心里对他非常的满意 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都开始交给他做 李涛非常的得意 自己的收入越来越高 工作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受到院长的重视 继续这样下去 他升官发财的日子就不远了 这一天 医院来了一个女人 是一个非常丑的女人 她的五官很不协调地摆在脸上 看上去特别的别扭 李涛在心里感叹一声 我的妈呀 这个女人长得真是少见 简直就是奇丑无比 不过这样的女人来到医院里面也有好处 这可是一个大客户 李涛笑脸盈盈地走了上去 他说 这位可爱的女孩 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女孩愣了一下 可能她从小到大都没有人这样称呼过她 她觉得有点不习惯 低着头说 你别这样说 我知道我长得不漂亮 我来这里 也是想让你帮我整得漂亮一些 你看看我这张脸 你能够让我变得多漂亮 李涛感觉头皮发麻 这样的样子 自己怕也是无能为力 不过她也不能这样说 她仔细地看了看这张脸 简直是惨不忍睹 她强忍住一股想呕吐的冲动 装作认真地说 你的脸要整得非常漂亮 这要花一段时间 我们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给你解决 如果你有这个时间和精力 我们是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女人惊喜地说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真的可以变得很漂亮吗 从小到大 我都是这个样子 别人看我的时候 眼里面都是嘲讽 他们都叫我丑八怪 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玩 我因此受了不少苦 连工作也找不到 我真的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求求你帮帮我 李涛装作诚恳地说 既然你来到这里 就说明我们之间还是有缘分的 你放心好了 在我的计划之下 你一定会变得像一个公主一样漂亮 女孩两眼放光 她认真地说 我真的可以变得像公主一样漂亮吗 真的可以摆脱我现在的样子 李涛笑了 这是当然的 我是不会骗你的 我们这里是医院 怎么会骗你呢 如果我骗你 你随时可以上来找我 如果你真的变漂亮了 我也会为你感到高兴的 女孩高兴地说 如果是这样 我倒是愿意变成一个美女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愿意 我这么多年也存了一些钱 你是不是可以为我做手术呢 李涛笑了笑 她强烈地掩饰住自己内心的兴奋 她笑着说 我们医院是很正规的 我们要先签订合同 再给你制定一个详细的整容计划 等你的身体符合条件以后 我们再开始做手术 女孩点点头 兴奋地说 不管怎样 只要能够让我变得漂亮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漂亮 李涛立刻填了一份合同 女孩毫不犹豫地就签了 因为最近医院接的项目比较多 他们根本已经忙不过来 李涛是新来的医生 根本没有做过手术 日常的工作就是销售 这一天 院长突然对他说 我们医院人手不够 有几个简单手术 就让你去完成吧 李涛虽然有些心有余悸 但是想了想 自己多少也是一个医生 虽然还没做过什么手术 但是在学校里面 也学过不少的知识 像这样的整容手术 应该不成问题 想到这里 他点头答应了 那个难看的女孩被麻醉以后 推上了手术台 李涛穿着白大褂 给他做手术 在手术的过程中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太过紧张 下刀太过用力 他割到了女孩的大动脉 鲜血一下子就喷涌出来 他目瞪口呆 吓得不知所措 这是他造成的事故 如果不及时止血 他一定会死的 如果为女孩止血了 他也无法弥补这个伤疤 他就这样呆呆地看着女孩 要是他再不醒过来 这就是一个意外 要是他醒过来了 自己就会赔得倾家荡产 他就这样呆呆地看着女孩 直到她的生命走到尽头 跟他想的一样 女孩的死被认定为意外 他只是赔偿了一小部分的钱 这件事情就算是过去了 他继续留在医院里面 这件事对他没有造成多大的冲击 这天晚上 他刚准备睡觉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院长打来的 院长要求他立刻回到医院做手术 虽然觉得很奇怪 可是他还是来到了医院 他不想失去现在的工作 他来到医院的时候 发现门是开着的 他走了进去 看见有一个房间的灯是亮着的 他静止走过去 看来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 他刚走进去 就觉得后悔了 他看见整个房间都是血 手术台上躺着一个满身鲜血的女孩 这个女孩他也认识 就是自己害死的那个 他吓得双腿发软 这个已经被带走的女孩 为什么会出现在医院里 他到底要做什么 难道是想找自己报仇吗 他越想越觉得恐怖 难道他变成鬼以后 就什么都知道了 李涛贴着墙壁 慢慢地往后走 女孩躺在那一动不动 这样显得更加的诡异 突然 女鬼一下子坐了起来 表情猙獰地看着他 李涛尖叫一声 转身就想逃跑 他可不想坐以待毙 谁知道脚下一滑 噗通一声 栽倒下去 他痛苦地说 别杀我 那只是意外 女孩咯咯地笑了 他的声音尖锐刺耳 让人觉得脑袋生疼 李涛使劲地捂住自己的耳朵 他已经害怕到了极点 他已经没有力气逃跑了 看着女鬼拿着刀走向自己 只是一刀 他的动脉就被划破了 鲜血喷了一地 他感觉一阵刺痛 然后就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 李涛被人发现 独自死在了医院当中 手里握着一把锋利的手术刀 插入了自己的大动脉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